夏天来到口罩解禁,不少天选之人在5月陆续确诊新冠肺炎,甚至二次确诊 而花莲重症住院人数也有上升的趋势 卫福部疾管署疫情中心说明,估计6月底会达到高峰 而花莲卫生局表示,疫苗对整体预防仍有帮助 特定医疗机构场所仍需佩戴口罩 而面对新冠感冒化,呼吁乡亲保持运动,均衡饮食,增强自身的免疫 而身体有严重不适者还是要尽速就医 随着口罩的解禁,新冠疫情有逐渐升温趋势 不少未染疫的天选之人都在5月陆续首次确诊 甚至也有重复染疫的民众 尽管3月20日起新政免隔离,杨姓彩林家安自主健康管理 还是建议民众在家休息至症状缓解 华林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华林重症比例数在5月确实有明显上升 华林基层诊所确诊病患也比平常还多 每周的重症的通报人数就开始逐渐的增加 由原本的十几位增加到三十几位 所以近四周来,每一周的通报人数都将近三四十位的人 因为改版新冠而得重症,需要住院做治疗 最近的一周,重症的通报人数是51个人 所以已经突破五字头了,我们重症的发生率 大概算是百分之零点五,也是千分之五 那如果以千分之五来计算的话 那我们现在51个个案 表示说我们这一周回推,我们这一周在我们花莲县境内 大概就有一万个新冠病毒的确诊人数 就是用回推的方式预估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也就是平均每一天,大概是一千五一千六的个案数 那确实如果是一千五一千六的个案数 跟我们在去年七月份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那个案数是非常相近的 所以确实,虽然我们整个花莲县境内 目前的新冠病毒的确诊人数是比较多的 打疫苗,它最主要的目的以及它的有效性 是在预防重症跟死亡 但并不代表它不会被感染 那所以,你一旦一定会被感染 但是你感染之后,因为有疫苗的保护 使你不会住院,甚至不会因此而死亡 而且可以让你恢复 那一旦恢复,你身体就会有完整的免疫力 所以疫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机转 保护的一个工具 所以一定要去接种完整的 这个三架的新冠疫苗 那当然,如果本身是抵抗力比较虚弱的 那或是你处在了环境 经常是容易被感染的 比如在医护人员,在医院里面 当然你可以只有追加第四剂或第五剂 或是你可以选 甚至要选择第二代的新冠病毒疫苗 那它的保护力可能会更好 那我想这是我们 那现在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医疗院所仍然可以提供 我们乡亲预约做疫苗接种 那所以如果有乡亲有需要 都可以跟我们医疗院所来做预约 近期不止新冠疫情 包含流感、肠病毒都升温 加上冬午廉价将至 除了戴口罩勤洗手 也提醒医疗医师机构、护理之家 及老人福利机构 仍适序佩戴口罩场所 而随着部分场所口罩解封 恢复正常社交生活 仍呼吁尚未接种满三剂疫苗的民众 建议尽早完成 才能免除重症风险 保持充足运动 均衡饮食 增强自身免疫力 才能与新冠病毒共存 记得长邦愿火灵师报导